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奥地利也有一处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 那就是著名的奥地利水下公园 顾名思义 这个公园就藏匿在水下 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公园被雪山包围着 每到夏天气温升高 附近的山脉开始溶雪 导致公园中的水量大涨 高出原水位十多米 因此这个工人休闲于乐的公园 迅速被湖水淹没 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神奇的水下乐园 由于湖中的水 都来源于融化的雪水 所以水非常清澈 水中的能见度非常高 可以清晰地看见公园里的各种设施 有长椅小桥铺满石子的小路 就连一花一草一树 都在水中映衬得格外美丽 这些普通公园都有的设施 沉入水底后 竟然让人一不开眼 仿佛是一个水底世界 因此每到炎热的夏天 有许多慕名而来的人 潜水来到这个水下公园 这种场景我们还是在续游记中的 东海龙王的宫殿里才会看到呢 而且潜水不一定需要会游泳 只要穿着潜水衣 经过教练一两个小时的培训 就可以轻松地在水下游玩了 想想看 当你游过树枝 游过长椅 游过鱼群时 那时候的心情可是在陆地上都没有过的 怎么样 小伙伴们 对于这个水下公园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